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住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裕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曾宁君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注意烧热燃烧烤 备用で最新的资格 达罐 19温暧暖 达罐 员 午前涨大 20中午前涨大 水 工 原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指数今天拉回 那么来今天开盘的时候 在平盘附近开出来之后 那今天震荡在尾盘的时候指数拉回 好那今天收盘的话是收相对低点 那收在10558点 那么今天下跌了76点 好所以成交金额在1046亿 好那当然指数上次讲过一个重点 就是说那这里对不对底型 好但是操作上面来说 那不会马上对不对 就去过前面1万1的高点 但是下来有支撑 也就是上次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慢慢会往上 它不会一下几涨 但是低档也有成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会慢慢的往上走 那当然连续涨了几天 对不对今天遇到季线 半年线的压力 好所以在关前拉回来就正常 好像合理的拉回 那重点是 均线现在开始往上 好半年线往上 那季线也往上 好所以其实这就停顿一下 然后一样会上 好所以其实呢 这个盘就很清楚嘛 对不对下挡有撑 但是也不会也不会马上喷出 就我上次讲说 要平常新的意思就是这样 对不对 指数就是这样子 但不会马上大涨 但是也不会怎样 所以张几天之后会拉回一下 那拉回一下又上去 所以这拉回也很短 大概就一两天而已 那当然因为美国盘后跌嘛 所以台湾都领先反应 那台湾就今天就先反应了 所以明天反而就开地走高 所以这盘就是这样子 你要讲指数就这样 所以我常说指数其实 不是现在很重要的地方 重要的是空间大的股票 对不对就像这段时间 指数在这里上上下下来 这段时间这样 上去下来下来上去 那你会不会赚钱呢 其实你就锁定好的股票就好了 对不对锁定空间大的 就是说五成一倍的标股 空间大的股票 就锁定这种做就对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嘛 那指数涨涨涨涨上上下下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对不对 基本上反正该涨就是会涨 该创新高就会创新高 那空间大的股票 它还是会往它的目标走 还是一样会前进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指数 真的是没涨多少 对不对 下来后又上去 那上去后今天又拉回 但其实你锁定空间大的股票 还是会越赚越多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 来看看 先来看看金测 好 今天指数是拉回嘛 不过金测今天一样是 一整天都还涨 好 那么其实 早上差一点就要创新高 其实这个要创新高很快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随时就要创新高 那指数这段时间 说起来真的涨不多 但是该涨的股票还是要涨 那所以我就讲很清楚嘛 对不对 该买的就要买 对啊 因为除非以后 大家不要弄先进制程 不过那就不可能啊 现在7nm都已经被抢光了 对不对 台积电7nm已经蛮窄了 那5nm现在对不对 那也要开始了 那后面的话明年还要走到3nm 反正走到那边高阶制程 那晶圆测试 对不对 这个就更高阶 那晶圆测试这里 走到更高阶的时候 对手就少啦 对不对 那需求又大 那你需求上来 需求大增 但是又没有什么对手 那当然会好嘛 其实第三季就很好啦 因为第三季的获利 应该就要打平上半年的获利 那后面的趋势还越来越强 对不对 还是一样会上 所以我常说其实锁定空间大的股票就对了 对不对 锁定标股就对了嘛 那这有没有500多块 500多块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苹果的订单 当时一个苹果订单就在1520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涨到这里了 那现在前面的一字头不见了 只剩500多 那500多但是订单回来了 新订单又来了 对不对 而且都很有竞争力 对不对 因为就没什么对手嘛 对手就没有到那个层次 那对手其实他的就差 应该说就差了一截啦 那个也没有快能赶上来 所以我就说这一样会大涨嘛 因为股本又小 然后毛利又高 对不对 然后获利成长性又强 那这种股票其实你一次就可以赚够 对不对 你一次就可以赚够嘛 所以我说最近指数上上下下 其实你就锁定标股直接来赚钱不是很好 其实最后的结果都赚最多 都比别人还多 对不对 因为有爆发力的股票你就这样赚嘛 该买之后买 该加码就加码 那其实可以操作很轻松的 对不对 500多块钱 有没有 那么就往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基本面后面的东西还是最重要 尤其是竞争力强的 对不对 就是有独门优势的 有独门优势的 然后动能又强的股票还是要大涨 对不对 500多块钱涨43块 对不对 然后拉回10块 对不对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拉回10块一样要上嘛 对不对 就换个手而已啊 换完手后一样再涨46块 就一路创新高了 对不对 站上七字头一样创新高 那一样拉回嘛 对不对 涨多拉回一下嘛 拉回多好啊 其实拉回的好处就是 你有加码点吗 不然你哪来加码点啊 对不对 拉回的时候 你就有再多赚的机会嘛 对不对 再继续赚了 那就变成你左手赚右手赚了 因为这里才600多块而已啊 660几块 然后你看 就随便你买啊 所以我就讲说 有时候创新高拉回是好事耶 真的是好事耶 因为本来股票就是这样啊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一路创新高 没有必要每天涨停 真的不需要涨停 大涨小回一路创新高就好 那个加起来就吓死人 对不对 那加起来空间就够大啊 而且拉回做多好 没有拉回你怎么有再多赚的机会 对不对 再拉回的时候随便怎么买 随便都可以大赚 对不对 660几块钱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有没有是不是又回去了 而且还创新高耶 然后创新高之后还一路创新高耶 760又创新高耶 770又创新高耶 对不对 刚才660几块的加码点 那个也差100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拉回好事啊 正当下是好事啊 本来就不一定要每天涨停啊 反正还是要涨 所以我就想说锁定空间大股票就好 因为这样子也是200耶 这样子也200块了耶 对不对 570到770已经200了 而且还是非常强 其实因为ASP也是提高的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高阶制程的晶元测试板 都是往80微米走 那要用80微米的啊 不能有原来的嘛 那80微米的ASP又高25% 对 5G都要有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就是遥遥领先对手了 遥遥领先啊 因为对手还在90嘛 所以就差很多啊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今年扩厂啊 明年也要扩厂就是在迎接美国 这个去美国的话 5G的商机 还有苹果的订单 对不对 以前一个就已经1500未尺了 现在还两个耶 对所以我就想说 锁定好股票就对了 那结论就这样子啊 就是五成一倍的标普锁定 对 全力锁定就对了 那不一定每天涨停 但是反正会涨 就锁定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真正最好赚钱的方法 你要用这个方式做 每个月都可以大赚 对啊 你用这个方式做 每个月都可以很轻松赚钱啊 而且 而且真的很轻松啊 对不对 你不需要换来换去啊 那你只要把握好 通间大的股票 他要涨五成就赚五成 要涨一倍就赚一倍 就这么轻松的操作 对不对 该买就买好 该加码就加码 不需要每天涨停 其实我觉得不用每天涨停是好的 因为你要走得更久 对不对 你要走大段的股票 本来就是 就是要一路创新高嘛 那不需要每天涨停啊 但饭就涨不停啊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空间很大的嘛 有吗 苹果新的剪刀脚键盘 那明年全面回归 那明年全面回归 那么获利就非常强啊 对不对 因为今年其实就很漂亮了啦 因为如果以这种成长性来看 那今年四块多 明年上看七到八块钱 那而且这个因为本来就高很多 所以毛利也高很多 的获利也高很多 那所以呢 如果以这样的数字来看 这种成长性 那幅度很大嘛 那不是成长个什么10%啦 什么之类一点点啊 那个是大成长耶 而且 以这么高的获利成长性 又几乎独家 那爆发力当然大 那我觉得股票还是 有合理的目标价 那个该来就是会来啊 你说一档股票赚四块多 五块钱 然后明年大成长 大本一比多少 你要问法人 他一定告诉你 那个二十几跑不掉了 一定是这样讲嘛 因为事实上也是这样嘛 那获利就大成长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到20倍也不过分吧 对不对 应该很合理啊 因为明年又更好嘛 而且后年又更强耶 对不对 所以这本来就是几乎就是 几乎就是要独占的厂商了 那所以当然是大好啊 那股价说起来也不高啊 如果以现在的股价 那空间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标股的 那标股要怎么做 标股就所定好就对了 因为现在已经九月了 对九月份 其实到九月的时候 真的在反映的都新题材 你知道就这样子啊 因为已经不是在反映 今年第一季获利多少等等之类 那个已经快要变成明年了 已经快变去年了 你懂意思吗 因为现在都已经九月份了 对不对 再不久就到第四季嘛 到第四季的时候 今年第一季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那都反映过了 因为再不久的话 那就变成去年怎样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反映都是 第四季开始到明年 明年大好的股票 第四季开始 现在开始要强劲成长的 对不对 明年大好的 都反映这种啊 对不对 这种就最好啊 因为这种今年还没有反映 所以空间又更大 对不对 又更容易大涨 又容易赚得更多 所以我们来看喔 那么来 康控 好 来非常非常强嘛 因为下半年获利就爆发啦 那你千万不要讲说上半年 怎样等等之类的 那个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再看的是从现在开始的展望 现在开始的东西嘛 那下半年的EPS是非常强喔 对不对 而且新东西新产品都要出货了 有没有 那么来今天要持续往上 那这在低档喔 其实它非常低档喔 对位置很低啊 那种位置刚开始上来 都是空间很大 因为基本面也开始啦 基本面也完全不一样啦 对不对 现在九月份嘛 那么苹果 新的手机 新的软件加上防水 对又强化了 那么变成T2.1供应链了 以前是T2.2 那所以在苹果新手机里 已经变得更重要了 而且苹果新手机又用更多 然后TWS7月7日已经开始了 只是还没有放亮 那九月就放亮了 对不对 所以后面就打好了 那么AirPods第三代 对不对 加了防水的元件 因为前面的AirPods第二代没有嘛 第三代要加嘛 那防水元件 这就是它强项了 对不对 所以好几个利多 那重点是这些利多 都不是讲今年上半年 都是讲第四季 对不对 9月开始第四季爆发 每一条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获利大好嘛 下半年获利大好 下半年开始获利好 然后全满了 全满到第二季 现在都已经直接拉到第二季了 现在几月份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那订单有多强 然后股价又超低档 所以是不是你看就知道了嘛 是不是这个强弱新的东西都开始动了 昨天赚涨停嘛 那今天继续嘛 那震荡一下明天应该又要上了 反正很低档 重点是现在反映的就是后面新的东西 对不对新的动能啦 所以我就说该买好的要买好 该加码要加码 因为基因班就是基因标股 基因标股怎么做 其实你就买好 就先买好就对了 该涨就是要涨 那都是后面动能非常强的 所以就是要分出嘛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朋友 当然记得要把握了 因为就是最强的标股 对不对 八月份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一起来赚大钱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反正也过去了 重点是九月 对所以基因标股 就先买好了 都是新的题材 那九月当然新题材啊 对八月该赚的 赚在口袋里的九月份 记得一定要跟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聊 带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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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令足台湾 放远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每个月当然 就是说因为我们盘面上 一千多档股票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大家都一起动 对不对 那再来八月份有些股票 大涨了一大波 然后也带大家有进有出 拿钻房口袋 所以其实八月份赚了多少钱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九月份的新标股 是不是一起来赚 对不对 因为其实每个月都可以用 一样的模式一样继续来赚钱 这个其实很自然 因为本来就是有进有出 有进有出的操作 而且赚到的都是一大段 对 然后放口袋 所以我常讲说八月份 自然八月份是已经过去了 所以重点是九月的标股 对不对 九月的新主流新标股 对 务必要更长 好 所以这其实才最重要的 那已经不是在讲说八月份 赚了多少等等之类的 不过你要知道的是 真正最重要的是 其实每一档股票 都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时候 应该说还没有喷出的时候 就带大家买好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想想 五十几块的升洋版 那赚非常多 涨到快要九十 八九块多 对不对 然后六十几块太硕 那个也涨非常多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知道 应该说没有人知道 它马上就要喷出 然后会涨这么多 来 你看当时 不是上来后才带你买 我们是买这里 就这一根黑K 就买在这里 那个时候真是 全市场 对不对 没有人讲 那前面也没有涨 是不是横了一段 那买在这里 那个时候六十几块 你随便都可以大赚 然后就一路喷出去了 涨非常多 所以我常讲说 大赚其实也不难 那就几个步骤 如果要讲SOP的话 就是分成三个 第一个就是在起涨前买进 对不对 在利多 开始反应前买好 然后该买买好 对不对 一定要买好买满 然后就可以大赚 然后再来资产就上去了 那上去后做什么 可以加码出就加码 那真的没有不能加码也没办法 对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强 连买点都找不到 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反正你该买买好 该加码加码 然后到相对高档出一档 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 不一定出最高点 但是反正就是大赚 而且是赚放口袋 所以其实每一档都是大赚 真的全部大赚 那我不能说出最高点 但就相对高点 那反正就是赚大钱 而且是每一个都放口袋 所以其实你现在回来看 八月份过去了 那八月份里面 深阳半大赚放口袋 泰硕大赚放在口袋 迅德大赚放在口袋 群翼一样 对不对 六字头到八字头 大赚放口袋 对不对 全部都是已经获利放在口袋里 当时买的时候没人知道 买的时候不是那个市场 已经闹哄哄 全市场都知道的 那时候还没有分出 那我喜欢这个方式 因为那利多就是还没发酵 那我就跟你讲 后面有潜在利多 而且本来就会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 喷那一大段都很正常 对不对 很自然就会涨 那重点是 你在起场前买好 很自然的赚一大段 相对高等出掉 获利放在口袋里 八月获利满卖 那回过头来 九月份 九月的标股 九月的新标股 当然九月新标股 现在哪有在讲八月份 那个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八月份赚大钱放在口袋里面 那重点是九月新的标股 九月自然有新题材 那九月的新题材 而且是还没有涨的 正准备要涨的 对不对 所以才讲 九月新主流新标股 一定要跟上 对不对 那么八月份 不管你赚的够不够多 不管你有没有 每一档都跟上 每一档都大赚 那如果你没有 每一档都赚到 那或者你慢了一点 或者你买不够多的 对不对 九月的新主流新标股 当然要跟上 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本来就最重要的 对不对 讲八月的其实那个是 那只是讲一个方法 对不对 操作的方法 那种东西就是它可以一直复制 可以一直复制 那八月该赚 赚到口袋里的自然就九月 对不对 九月的新标股 就一定要更好 那么来看 今天才九月三号而已 对不对 九月才刚开始 那九月当然有新题材了 而且现在是九月 九月初 那么营收在后面的一个礼拜 就会陆续公布 对不对 那么九月份有一档必买股 这档一定要买好 来我们来看这档 九月份的必买股 好那么营收 马上就要喷出了 那营收我刚刚讲 在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内就会全部公布 对不对 所以营收要喷出的话 当然你要再喷出就要买好 你要再喷出钱买好 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等到他出来后才去追 对不对 那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价位完全就不同了 而且人家还不是好一个月 对不对 是现在开始一路好 到明年又更好 到明年就完全爆发了 那就完全大爆发 所以其实往后面就逗利多 其实后面逗利多 所以你不要等营收出来 不要等到那么久 对不对 你不要想说 再过几天我等他出来 那绝对太慢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 对啊 本来就要买在 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嘛 不是这样讲吗 对啊 本来就要买在 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利多还没有发酵 就要开始发酵之前 所以记得要买好 好那么 营收即将就要开始喷出 那而且马上就要公告了 那再来营收还不是一个月好 是每个月都好 从现在开始就一路好到年底了 那你会问我明年呢 明年讲实在话那就更精彩了 因为明年的EPS就大爆发了 明年EPS也大爆发了 所以空间很大 因为我刚刚讲过嘛 对不对 现在其实每年第四季的时候 都是涨明年大成长的股票 都是涨这种 对不对 都是在反映明年谁是主流啊 明年有什么新的明星啊 明年谁的获利YY会吓死人啊 都是涨这种 对不对 每年第四季都是涨这种 现在就是要这样子了 而且今年就是提前开始了 所以像这种就是 我不能说会涨停啊 但是反正会涨 对啊 反正就是会涨 而且空间很大 而且潜在空间非常大 因为你如果知道 他明年赚多少钱 你就知道那空间真的非常大 而且还不是只有明年好 后年还更好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起点刚开始正要喷出 所以在营收公布之前 记得把它买好 对不对 锁定这档 五成一倍的标股 那你会说要怎么做 那重点就来了 这就违在强调的啊 你就只有一件事嘛 什么事呢 当然就先买好啊 锁定好就对了嘛 锁定好就是先买好 对不对 就是先买好 对不对 先买好呢 就是在金银班里面 因为金银班就最强的标股 对最有爆发力的标股 八月有八月的标股 待你都大赚之后再来 九月才刚开始 所以九月标股多好 刚开始而已 那正要喷出 所以记得把握了 不要喷出以后再来问哦 但是以后再来问也没办法 所以呢 还没跟上 记得一定要把握 金银班欢迎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算 九月标股 都替你准备好了 记得一起来上车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